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先进去吧 我们来就好 没关系 我可以 小心 不要老是忙忙躁躁的 考得自己总收拾 明月 怎么又是你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这个送给你 玫瑰送朋友 不合适吧 怎么不合适了 我更喜欢玫瑰花 而且啊 我还订了一家红酒和牛排 都特别好的餐厅 要不去试试 好啊 我肚子正饿着呢 我刚找了外卖 还是牛排更吸引我 走吧 好 班长看第几瓣了 第三瓣 跟我来 吃水果 班长 撒了 泼 你要是担心她的话 给她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吗 对不对 她跟谁吃饭是她的自由 我没什么好担心的 不答 不是 你这不是死鸭子嘴硬吗 班长 你看啊 我追踪到她的定位 她到了那家餐廳 她就沒離開過 我真是太久沒吃這些美食了 我感覺好像回到了從前 花小姐 我看你這次好像比上次看起來更憔悴了 是不是進工廠之後太累了 累 那其實是一個累可以形容 我簡直感覺我是在肚結 就像是掉進了直鬥劇裡 每天工作的時候要跟同事鬥智鬥勇 背後還有一個天天找我麻煩的副廠長 你受了這麼多委屈 秦東海他都不幫你啊 他不把我往死裡整就不錯了 我有的時候真的懷疑 他是不是我哥派過來的內奸 比那個車間主任對我愛恨了 他也太過分了吧 可你不是說他是你師父會照顧好你的嗎 是我對他的期望太高了 他這個人冷血又無情 說話又專挑刺耳地說 每天還有規定起床時間 上班還不能偷懶 回家還得寫作業 我連睡覺的時間都不夠了 你看看我的黑眼圈 他怎麼可以這樣啊 睡眠質量對一個女人來說是最重要的 他怎麼一點都不知道疼惜你啊 你住他們家也沒有比較好 要不你搬出來吧 搬出去 那也沒那麼嚴重了 怎麼不嚴重 他限制你生活又限制你交友 還有控制你所有行動 甚至還不讓你去交新的朋友 只能依賴他一個人 他這麼做絕對是另有所图 不是 我師父呢 他就是對我嚴厲了那麼一點點 怎麼不是啊 花小姐 你就是太天真太善良了 才會相信其他人 依我看啊 他跟你非親非故 還要收留你 讓你住在他家裡 他肯定是有什麼見不得人的目的 真不是啊 我師父不是那樣的人 他就是 算了 不說了 說多了都是累 別提他了 吃飯吧 既然你心情不好 今天晚上我們不醉不歸 你要喝多了 我送你回去 那謝謝你了 跟我客氣什麼 乾杯